Pain 我们看到AI AI我们念成发A的音 注意是长音 它的结尾有E 带着一个E的音 所以这个字要念成Pain Pain 那在我们解释Pain这个字之前 你要特别强调它的发音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同学都会把这个Pain 跟这个Pain 这个字把它混在一起 它的发音 因为这个发音对他们的学生 算是有一点点挑战性 但是只要你多加的练习 相信都可以把它练得好 这个AI我们念成什么呢 念成A的音 刚才印第有稍微提过了 对不对 它念完的时候 它有个E的音在里头 如果你仔细去听的话 Pain 有个E的音 那这个Pain 它这个A是个导散的音 念成A的音 它并没有E的音在里头 所以我们在念B的说明 Would you please give me a pen? A pen 有个A的音没有E的音 那但是呢 这个Pain 指的是痛苦 所以这两个发音的同学 一定要把它搞懂 要不然呢 会造成自己 会让别人所误会了 好 所以呢 Pain 这个字呢 它是属于可数名词 跟不可数名词 中文翻成痛苦 我们看英文解释 The feeling 它是一种感觉 一种感受 什么样的感觉呢 Unhappiness 是不快乐的感觉 好 那么英文就念成Pain 那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The pain of leaving her hometown to work overseas was too much for Michelle to bear The pain of something 好 它说呢 这样子的痛苦 什么痛苦呢 这边呢 有一个介细词片语 从这里到这里 用来修饰前面的这个Pain 什么样的痛苦呢 就是离开她的家乡 到海外去工作 Overseas 这个字 主要它是个副词 副词指的是海外地 到海外去工作 离开家乡 到海外工作 The痛苦 was too much for Michelle to bear 好 对Michelle而言 for Michelle 对Michelle而言 怎么样呢 too too的剧情 太怎么样 以至于不能怎么样 表示呢 无法的意思 too much 太多了 对Michelle而言呢 她的这种所谓的痛苦呢 太大了 大大了 她没有办法去承受 没有办法去忍受 那承受忍受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Bear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当作可属名词的时候 Life is a journey Full of pleasures and pains 她说呢生命呢 是一段旅程 什么样的旅程呢 乃至中间呢 省略掉了两个字 对不对 就是which is 或者是that is full of 指的就是充满着 充满着什么东西呢 pleasures and pains 来各位 这个可以把它当成一个chunk 把它记起来 就是所谓的快乐与悲伤 pleasures and pains 两个一起记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呢 pain这个字呢 我们在后面加上ful 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形容词了 那这个字呢 我们看第一个音节 还是在pain的地方 那第二个音节呢 就在ful ful的音 那ful呢 就是一个形容词的字尾 所以这个字 我们就念成painful painful 那painful呢 词类呢 它是一个形容词 是我们中文呢 翻面翻成所谓的痛苦的 来我们看例句 John's toothache was so painful that he couldn't sleep well that night 好 You had a toothache 牙痛 was so painful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so that的句型 相信很多同学都很熟了 就是如此以至于的意思 so painful 是如此的痛苦 以至于呢 he couldn't sleep well last night 他昨天晚上睡得不好 好 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单字 pain 痛苦 名词painful 行动词 痛苦的